从生活安全环境也是相当的重要 众维乡公所就在社会处的协助之下 志工们来到乡内的国小 宣导家庭暴力的防范 还有性侵害、性骚扰等等的认识 还有预防 社会处志工准备简单易懂的宣导短片 来说明家庭暴力的内容跟防范 同时透过问答 加深小朋友的印象 未来不但可以保护自己 也能帮助别人 另外独当警方布包赶到 赶紧去指他施暴并将自己送医 他居然尾随到医院 想趁机拿妻子皮包的钱 和信用卡达被制止 家庭成员对一个 家里的另一个成员施暴 包括言语跟动作 对 如果发现的时候怎么办 如果在一个学校发现 例如说小明 小明在学校的时候 我看见他全身都是瘀青 我就可以帮他打110 不是113 或者是跟老师讲 如何帮助人家庭 家庭 也可以保护自己 对 虽然说我们学校也有在进行一些宣导 但是今天相公所将请社会处那边 比较专业的志工过来 可以提供小朋友更全面 更加详细的专业知识 让小朋友能够更加注意的保护自己的安全 另外性侵害性骚扰也是这次宣导的重点 透过影片的说明 达到自我保护的目的 尤其近年来常常传出儿童无故遭到杀害 引起社会大众不安 所以壮为公所透过社会处的协助 提供专业宣导 巡回乡内六所小学 培养学生更多的法律知识 还有防范方法 一件性骚扰事件通常牵涉到两种方式人 一边更加害人 另一边叫被害人 这两种人是什么关系呢 要注意喽 他们什么关系都能怎么 你只能连下叫啥名字都不知道 比方说 在路上跟你擦肩而过的人 你只有开下面没有开上面哦 还有街边吃香蜜 哪里不在思议站在你后面的人 还有你右边的人 你右边的人 坐在你旁边呼应哪科学的人 因为最近家庭暴力 小朋友说要伤害事件非常严重 所以我们还有一个一系列活动 今天拜托我们的医院县政府 受害处受光研 到壮国小来办 让小朋友他们的 健身的防范 或者家暴这个部分的 一些尝试的教导 可以让人在 留民也好 在街道也好 在学校也好 如果有受到家暴的部分 要如果防范 如果反应给相关节点单位 来协助他 来帮忙他 今天拜托我们的医院县政府 社会处的受光研 就要教他们一些尝试 要让他们把基石的问题反映出来 可以注意到本身的安全 宜蘭姓记者张丽林 采访报导